毛泽东是一个独裁者 独裁者通常谁都不相信 因为信错人的代价是巨大的 毛泽东必须时刻警惕自己的权利 是否有旁落的危险 这种伴随着绝对权力的妄想迫害狂 是毛泽东重要的人格特征 斗倒刘少奇后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 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的字养 写进了党章 希望以确立太子的方式 稳固党内权力格局 但是毛泽东的性格多变 而且多疑 他很快就开始提防林彪 1969年10月18号 中共九大会后半年 林副统帅在苏州 向黄永胜发出关于加强战备 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 军委办事主义林副主席指示名义正式下达 但这个指示事先并没有得到 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 命令下达后第二天 林彪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报告毛泽东 这是中共建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